大家好,歡迎收看開拓商機中小企新里程 為大家掌握最新的市場趨勢 開拓一帶一路及東盟的新機遇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珠寶品牌創辦人姚慧賢先生 跟我們分享多些 Bigger你好 你好Karen 首先跟我們介紹一下你們公司的業務 其實我們公司差不多今年是50年 我們主要是做鑄石批發為主 但我屬於是第二代 其實我們之前也在2000年看中了國內市場的商機 甚至我們看到一個情況 市場的珠寶同質化很嚴重 所以我們在2008年 都特別設立了一間珠寶的產品設計研發和生產公司 主要是做一些有特色而原創的珠寶產品 進入市場 希望可以給予不同的選擇 給予消費者 其實我們做了十多年 其實很多大型的香港和國內的品牌 都成為我們的顧客 所以其實你們出口的業務 都佔你們很大的比重 在這個貿發局 其實這麼多年來都有一些珠寶相展 對於你們的公司來講 會不會都覺得很幫到你們的業務的發展 其實非常之幫助到 因為今年適逢TTC展覽 珠寶展到四十週年 第一 它是一個很強大的資料 其實它無論是展覽或購入 其實那個資料很大 而且始終香港是一個自由港 參展商來到香港其實是非常之容易 其實他們亦都很希望來到香港做生意 因為很便利 而且成本亦都便宜 當你有一個好的參展商來到香港的時候 其實那些購買自然有選擇 它買到一些競爭力的產品 它自然很願意來到香港做採購 鑽石我們做了很多年 我們珠寶展其實是十年前開始真的參加的 我們其實本身香港和國內已經有一個很強的基礎 其實一來到第一次參加珠寶展 其實已經吸引到很多東南亞的購買 來看我們的產品 因為其實始終我們香港和國內的市場的產品 和東南亞的那個文化 甚至消費者的一些喜好都有點接近 所以其實當時已經看到很好的反應 其實我們也都看到 其實TTC有一個好處的地方 就是他們那些購買的repeat rate 來香港的回來 每一年回來的次數都是做得很好的 我看到你們在那個產品的設計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新的概念去擺進去 其實我們自己公司 當然是做一些比較有創意 有特色的產品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都很留意 貿法局專利授權展 因為當中會有很多潮流的趨勢 甚至有些cross over的opportunity 我們找到一些藝術家 甚至好的IP合作做個聯成 變成那些產品 本身的潮流元素已經很吸引到消費者 當我們可以造成一個珠寶的時候 其實也都可以在市場帶動到潮流 也都會吸引到我們珠寶的業界 去做一個參考 甚至做一個採購 所以我們都會不斷在香港的展覽體之外 也都會在國內海外的展覽會 我們都會尋求一些靈感元素 去做我們珠寶產品 究竟接下來的市場 無論是內地 以至是東盟其他地方 大概是一個怎樣的趨勢 其實我們看回貿法局最近一個報告 他就說時尚首飾 都會是一個最大的潛力的方向 我也很認同 因為其實接下來 我們有一個方向 我們這次展覽會也做了一個實驗 我們特地有些系列 是做了一些叫做 Perfect Gift for Peace Station 我們經常說有些東西要感謝別人 多謝別人 其實有些祝福寓意的東西 甚至有些概念比較特色的東西 其實原來在市場上都是買得很好 例如說有些是葫蘆的一個祝福 或者有些不同寓意的祝福 其實原來都是像風箏的 Flying Heights的意思 其實原來都是很受我們購買的歡迎 我見到這個區域也增長得很好 例如舉個例 我們叫做香港人也好 亞洲人也好 其實一年365天都很努力 我想Karen也是 一定都很努力 當然你很努力的情況下 其實應該買一件禮物 鼓勵自己 其實當我們自己有時會買一份禮物 例如有一件珠寶打上身 令到你開心 又是心情好 或者是一個信心很足的一天 其實這個錢都賣不到 其實貿法局看到他們在疫情之後 都有這些線上和線下 無縫交接的一些服務給大家 對於你們業界來說 覺得會不會有些經驗 分享用了之後真的挺好的 其實這件事都是一個好的問題 珠寶的價值相當比較高 其實很多時候買家都是喜歡來到香港 親自去感受那件貨 才會做一個落單的決定 但因為其實珠寶展始終是 開展的時間有限 只有五天時間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是真的靠線上 如果真的有意向的買家 其實他可以預早和我們做個聯絡 大家可能雙方先做了初步了解 變成來到我們可以快一點 就可以做生意 直接可以傾到入獄的位置 就不用再去現存得純的位置 展望將來想業界 或者你們的業務 發展得更加好的話 會不會貿法局都可以 寄望他有多些服務給到你們 是可以更加是迎合到 你們業界的需要的呢 其實我覺得貿法局有一件事很好 其實他都很聽業界的一些意見 其實他們都非常與時並進 我見到他有幾樣東西 是現在的方向都做得非常好的 他是不斷在 除了現在基礎的客戶之外 其實他是找到很多 新進的買家過來香港 不同形式的買家 譬如我見到最近 有些好像網上線上的KOL 線上的平台 是多了來的 我們以前有很多珠寶店的店 會來的 但現在很多線上的平台的人 都來了 甚至我們過完展覽會之後 他特意來到我們香港的辦公室 都會拿珠寶來做直播 然後播放到當地的市場 然後幫我們的產品 在當地市場買出去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一個新的模式 所以我覺得TDC 在這方面也可以幫到我們 即是開拓更多的網上市場 明白了 多謝Victor今天和我們分享這麼多 多謝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我們下次見